冠軍戰的門票 到底有沒有辦法可以再度跟桃園線來對決呢 邊丟的一個方式而且也可以非常準確的傳一壘 整個身體的協調性四方非常的棒 陳冠宇也是台北線的第二張王牌 他突然上場也蠻多球探 所以拿著側速槍要來撤一下 在賽前台北線總教練蔡明環也提過 陳冠宇也是未來的明日之星 這球又是一個三陣 兩人出局了 到底能夠拿下冠軍戰門票 台北線只剩下最後一個出局數了 對 台北線只差一步 只差一步就可以有報仇的機會了 對 應該蠻興奮的 這球是塞進來 一個好球 好球 如果真的古堡加上要對上桃園線的話 那冠軍戰真的是非常精采 那是冤家路走 那台北線想到一箭之仇 就差這一步 那如果確定的話 明天的冠軍賽 將會在原場地進行 現在下午兩點 台中的洲際關球場 也希望球迷也可以踴躍進場 這兩支球隊加油 像是今天的球迷就蠻同場的 三陣出局 古堡加上 台北線